桂仲堂 你这是骂我呢 阿辉怎敢 我是主帅 一切决定皆由我出 攻打新街 唯有没听你的金语良言 才导致了今日的惨败 现在却要把责任推在你头上 我还是人吗 十五爷 这个责任确实要由我来负 您当初要打新街 我不曾历见 由谁领兵出阵 我又不曾力争 所以如此 皆因心底有个私字 怕得罪了十五爷 日后多有难堪 却把一个做臣子 共中替国的本分 抛在了一旁 现在想来 真是 好悔莫及 桂仲堂 我知道你的心 可这打败仗的责任 无论如何 十五爷 树河神冒昧地问一句 你们口口声声打败仗打败仗的 我们真打败仗了吗 我怎么不知道啊 何仲堂 您怎么了 啊 我们 都向缅人求和了 谁向谁求和 你不是说开使缅人向我们求和 十五爷还不肯吗 可我军主力 差不多 都被消灭了 打仗还有不死人的 我倒觉得缅人他们比我们死的更多 何仲 是 你想会败为胜吗 不是我想会败为胜 而是我军根本就没有打败过 如果我军打败了 那就是上对不起皇上 中对不起十五爷 下对不起三军将士 却不说 皇上为征免这一仗 如何的盛心牵挂 仅就他老人家的实权武功而言 准戈尔 回步 大小金川 台湾李爽门 安南库尔喀 都是天兵一道 蛮夷贼寇 土崩瓦解 怎么偏偏遇到一个缅邦 我们就打败了 打败了 不但成就不了皇上的实权武功 就连他老人家原来的九大武功也抹了黑 果真如此的话 这件事 对他老人家的打击 那就不是我在这儿 敢预言的了 再说十五爷您吧 放着好好的逍遥日子不过 主动请您来打免人 以王爷尊贵身份 亲茂史实 血战惨烈 一条命都险些丢在这儿 为的什么 尽忠尽孝 您的这一举动应当成为我们做臣子的楷模 而不应当成为被人诽谤的口识和把柄 最后我要说三军将士 他们撇下高堂父母 七十儿女前来打仗 为的就是京中报国 光宗耀祖 封其阴子 可是如今呢 你叫他们回去怎么向家乡的父老交代 特别是那些战死的阴魂 如哈图阿德克辛 就算朝廷念其以死不追究治罪 可他们的家人 从此就失去了匹护和倚靠 甚至会沦落到以披甲人为奴的悲惨下场 十五爷 和珊听您说起哈图为掩护您 被缅人生生的钉在了门板上 如此忠烈护主的将军 又怎么能忍心让他死后还蒙受耻辱呢 贵中堂啊 我也知道 哈图阿德克辛都是您的心腹哀家 他们死的英勇没有给您老帅丢脸 您也应当向皇上奏明他们的战功 经表中烈 拂音他们的后人 哈图阿德克辛英灵不远 一定会感激王爷和您的 那你说怎么办 飞船劫报 凯旋回京 都说 无恕 阿德克辛英灵不远 呀 对呀 今儿老十五就率师凯旋而归 你说这事巧不巧 不是巧不巧 双谢民门 俩好合一好啊 好 吴叔 你说乾隆朝比圣祖康熙爷那时候还好吧 先逢盛世 真是新逢盛世啊 先逢盛世啊 来了 你看 好 好了 好 小けど 好 不能 好 好 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万岁万岁万万岁 都起来吧 谢皇上 日子 年轻 如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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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许妹 你送给我的这个玉盘救了我一命 真的 服装 云 每个人 你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皇上驾到 都起来吧 谢皇上 朕今天非常高兴啊 圆满接触了南巡 王师征免 又凯宣而归 喜上加喜 焉得不喜 呵呵呵 朕這次南巡 醒方問俗 一路上 地方附属 百姓安居樂業 朕心甚畏 虽然在立志上也出了些事情 但更多的是像吴之城 浦道昭 这样的能臣 好官 清官 些微瑕疵 難掩日夜之名 我大清今天 我大清今天 真是何焰海清 天朝盛世 來啊 眾卿隨朕 瞞迎慈悲 皇上聖民 天安好大 皇上聖民 天安好大 坐下吧 坐下吧 謝皇上 家清王 家清王永遠 在 君旗大臣阿貴 在 此次征免 歷經血戰 大獲全勝 朕要重重獎賞 傳旨 卓家清王 兒臣在 使清王雙奉 現有護衛遺仗 增加一倍 加上 豹尾襄四感 謝皇上 捉風阿貴 奴才在 一等公爵 領軍機大臣 謝主隆恩 哈圖 阿德 克辛 忠烈 忠烈戰死 卓惠圖 經表零焉閣 子孫世代 拓家優秀 還有何身呢 在 這征免一戰 聚中調度 籌集前兩 為師不易 這次 子敬城 騎馬待遇 你看我幹嗎 謝皇上 皇上隆恩 奴才不敢受 皇上剛才所說的那些功勞 都是成親王等幾位親王 會同六部九卿 以及大小臣僚一塊辦的 因此 臣有個不情之請 請皇上要賞 就賞全體臣僚 這 這個怎麼賞法 請皇上賞四個字 哪四個字 十一拳武功 你可不可以 此膽關臣 好啊 好 好 真就依你 好 好 乾隆盛世 盡善盡美 祝吾皇 萬壽無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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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子們 臣子們也應該報答皇上 奴才琢磨著 皇上勝壽的時候 咱們應該好好熱鬧一番 普天同慶 好 這件事你去辦 也不要過意鋪張 你休憩休憩 元明元 把熱河畢暑山莊 拾鬥一下也就行了 奴才遵旨 萬壽無疆啊 天底下誰能萬壽無疆 人活一百歲就不容易了 朕生平最佩服的 是聖祖康熙 他老人家在位六十一年 他沒有一個帝王 超過他老人家的 朕也不應該超過 朕想啊 朕當政六十年 就可以召告退位了 皇上江海度量 奴才只知道 乾隆朝正逢鼎盛時期 以後更會如蓄日東升 一派輝煌 入座入座 繼續喝酒 好 大膽 嚴重 嚴重 皇上 貴仲堂來了 快叫 喳 貴仲堂您進來吧 恭請皇上聖安 阿貴 阿貴 起來起來 朕有大事要跟你說 廣州郭世勋送來這份奏報 這英國人商船 無法無天 隨意開炮 打死我余命三人 朕本當斥令郭世勋 將三個英國人 就地正法 可是這件事情 有關天朝國威 不能扫帥 你去一趟 這件事情 一定要辦出我大清的聲勢來 皇上 皇上 如此大事 奴才本該效命持取 只是 只是什麼 恳請皇上 收回禁封奴才一等功之成命 奴才方可心無掛力 阿貴呀 你不要再說這個事了 已經跟你說了嘛 征免成就了本朝的十大武功 標柄千秋的偉業 進奉一等功 怎麼不行啊 你幹嘛那麼推來推去的呢 奴才功不至此 實在是受之有愧 那 你的意思是說朕荒謬失察 有意誇大了 皇上 上下戰隊大小金川 正康爾喀打中個兒 奴才是一刀一槍爭出來的戰功 唯有這一次 下去 可笑 迂腐 自以為千功禮讓 一等功的封賞硬是不要 不要虛名 忠職榜樣 他果然忠職 為什麼廣東的事各在一邊 此人不管 皇上不必為阿貴煩惱 要不讓奴才去廣東走一趟 你去啊 這園子裡一大灘的事還沒動功呢 離皇上聖壽還有些日子 誤不了事 讓阿貴去啊 因為他是一個將軍 朕想讓他去威懾一下那些英姨 雷廷手段 你去嘛 當然也沒有什麼不可以 但朕擔心你這個人 謹慎有餘 殺氣不足 皇上放心 當柔則柔 當綱則綱 奴才自有分享 抗之不遵 貴中堂 飆下借您的酒 敬您一杯 我阿貴爭打了幾十年的仗 從來沒這麼窩囊過 貴中堂大奏凱歌 免亡臣服 怎麼到說是窩囊呢 人家是不敗而降 貴中堂 話可不能這麼說呀 我說的都是實話 貴大人 戰報上可寫得明明白白 您如果說的是實話 那十五爺 豈不成了謊暴戰監 另外 皇上不只是進封了您為一等宮 也封了十五爺為家親王 您此不受封 十五爺將如何自除 再說 皇上從來一言九鼎 您自許謙恭 再三推諉 將置君父於何地 你如今 也是個軍機大臣了 當初 你可是我帳下的一名書班 這幾步前程是怎麼過來的 參查王丹瓦 處置國泰 建造萬夫樓 那哪一樣不是實實在在的功勞 實話說 就為這 我服了你了 你的功勞中 若是有一件不實 你怎麼想 你說 會不會有邀功姓禁 須報冒陵之先 讓我阿貴老個正 我抬不起頭來 既作不欲 勿施於人 你就不必再說了 你是打定主意 要駁回朕的旨意了 好 奴才有陳清哲在此 請皇上仔細看看 朕知道了 你只辭氣了一等功爵位 你既然看不上朕的封賞 那麼還有大學士 一前大臣 領班軍機 要不要辭啊 奴才只是不敢受 無功之上 有功無功 不是你說了算 打準根回來 你也說過 平定西北是朕的功勞 朕封賞你 是看重你 現在你既然不需要朕的看重 那麼朕封過你的 也都可以受賄啊 剛一松 弄才在 傳指 免去阿貴 大學士 御前大臣 領班軍機的職務 學去一等功爵位 派往雲南 充任藩司 代罪辦差 這 謝皇上恩典 著何身為輕差大臣 前赴廣東 嚴厲查辦 應已炮上我大清子民一案 課日啟程 親子 臣何身領旨 高公公 貴中堂 又去找過皇上了 可不是嗎 皇上一生氣 就把他給貶了 三位大人不必遠送啊 為之 告辭了 貴中堂 三位大人冒昧了 阿貴如今不過是三品番司 微莫小利 煩勞三位相送 已經是不敢當了 怎敢在茂陵 舊時地成為 皇上 只不過是一時之怒 雷霆過後必有雨露 貴大人怎麼說也是國之干城 豈能久居雲難以餘 何大人 此話的確是持平之論 皇上絕不肯長久埋沒 某國老臣的 要叫我看呀 貴大人去趟番司也好 再打仗 您就去當戒梁官 看誰還敢帶兵 三位大人一味地為我排解 倒好像是要送我家號 充軍似的 實話說 自從我服了皇上的美意 我就沒想到還有這麼好的結局 我雖然貶為三品 但總算是辞去了 如芒在輩的一等功爵位 就這 我一身輕鬆 謝恩還來不及的 范仲淹有句話 居廟堂之高 擇憂其君 出江湖之遠 擇憂其民 正好趁此機會 我到雲南為民非憂吧 你們說這有什麼不好啊 大人以朝廷殊塵 居居楊英居屬下 我擔心您受不了這份尷尬委屈 不替他也罷 沒有他這一仗還打不起來呢 我早就看出楊英居有苟且之心 正好這次去 敲打敲打打 貴君們 門下用您的一句話勸您一句 打仗不能光憑一個泳字 凡是在講究濤略 別得罪了皇上 又再得罪上限啊 何大人的好意我明白 可我就擔心到時候 也顧不上得罪不得罪了 好 就此告辭 保重 保重 阿貴走了啊 是 兩位忠堂和姬大人都去送他了 知道了 王爺 何忠堂來了 快請 這 王貴走了 好 走了啊 皇上有旨意他敢不走嗎 永遠沒去送送啊 沒有 皇上貶了阿貴 老十五心裡一定不好受 也就不便去送了 怕有什麼不好受啊 正看他到心安理得 以臣弟之見 老十五並沒有什麼不當之處 他處處順從聖筆事事一旨而行 真是好事啊 倘若他像阿貴那樣此不受風 皇上恐怕更難料理了 十五爺 奴司奉旨前往廣東辦案 特來辭刑 我知道了 這幾日 十五爺沒有救阿貴之事 向皇上表明一下心計嗎 怎麼表明啊 我若像阿貴那樣 辭去嘉心王的封號 在這個時候 對華阿瑪來說 無疑是火上澆油 我就這麼一言不發 華阿瑪又總是不音不情的 唉 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十五爺 皇上讓您爭免也好 封您王位也好 您沒有不遵旨的道理 在奴才看來 十五爺可謂至終至孝 可您忘了一個成字 你接著說下去 奴才跟了皇上這麼些年 深知這個成字 比忠孝更為緊要 若不是出自成心 忠孝也就打了折扣 當初王丹旺開捐納箭 為老百姓辦實事 也可說是忠於皇上的愛民之心 可他謊報漢情 欺君冒陣 就談不上成了 豈不知皇上 最看重的 就是這個成字 這幅畫的是 山高水長閣 這幅是 唱春圓柳堤 皇上看 這還有一幅呢 這一幅呢是 父子泛舟圖 您看 這幾幅畫 哪一幅好啊 都好都不錯 皇上 皇上 您有心事嗎 朕有些累了 皇上累的這些事呢 馨兒也幫不上忙 好 馨兒只是想提醒皇上 把心放寬些 有馨兒陪著的時候呢 就別總想著 自己是大清的皇上 好 行了行了 看畫吧 嗯 給皇阿嬤請安 嗯 皇阿嬤 十五哥讓我孝敬你有何思點 馨兒也在啊 正好一塊兒嘗嘗 十五二哥讓你送來的 打開看看 兒臣永遠誠惶誠恐跪奏 爭免之戰 三軍奏楷 免亡臣服 十大武功 永垂青史 然細究此意 實乃皇阿嬤天威遠波 免人畏懼 束手來降 而非兒臣征戰之功 兒臣素無軍前歷練 交戰之初難免調度失當 以至敗於免人之手 花阿嬤並未深究兒臣之勝敗得失 凡以軍功賜而王位 連日來兒臣惶恐難安 既深感皇阿嬤天恩博大 又聞心自問 痛感兒臣於智成二字有愧 因此巨石奏門 皇阿嬤 十五哥寫了些什麼呀 馨兒剛才畫的那三幅畫 啊 這還有一幅 嗯 那還是這幅畫 父子泛舟祖 就這個 你十五哥 是皇上的好兒子 來 郭家坦 在 這些都是嬰夷的商船 是的 每條船上都有火炮 究竟是誰開炮打死我三位漁民 卑職早已查明 兇手有三人 為首的叫湯姆 為什麼還不寄拿歸案 讓他們的商船 在海上還自由往來 啊 仲堂大人 要不是皇上降旨 派您這位傾差來親自過問 我早就將這幾個嬰夷 消首示眾了 所以嬰夷竟敢傷我子民 是關大清天威 皇上口譽 一定要嚴厲查辦 此案要辦出我大清的威風來 我想 將那幾個元凶消首之時 讓所有來花經商的嬰夷法場觀刑 這將殺一清百 讓他們以後永不自視 大人 明見 丁三大 莫將在 以帶一營人馬乘炮船 從珠江入海 是 克里特 董其風 我將帶 你們各自帶一營人馬 東西兩面 從海上包抄 是 其餘重駕 各帶本部人馬 在岸上側應 務必將海上嬰夷全部擠壓 一個也不許逃脫 是 如果說 大膽的嬰夷開炮完抗 二等 如何處置 格差無論 好 清差大人到 參見清差大人 郭志台請起 眾位將官請起 謝清差大人 郭志台 你這是在調兵潛降啊 分兵數路 將海上嬰夷一律扣壓 大人 您看如何 郭志台 我看 倒不必如此大動干戈吧 大人 您這是何意啊 玉嬰調度以弊 正好養我軍卑 豈能收回成命啊 殺雞燕用牛刀 對付幾個嬰夷 只消一指通牒 他們就會乖乖就範 如臨大敵 反倒顯不出我大清天威 清差大人說了 爾等回營待命 大人 推下 師兄兄 師兄 你我現在 就你一份通牒如何 好 秉治台大人 兩位洋人求見 你看 通牒尚未發下 他們人倒先來了 帶進來 喳 你們是何人 報告清差大人 這位是大不列顛帝國商會的負責人 約翰遜爵士 我叫喀傑里 是約翰遜先生的助理 本清差是在大清帝國和你們說話 你們聽著 英國商人在虎門殺死我大清漁民 該當何罪 清差大人 我提醒各下 那只是誤傷 胡說 怎麼說是誤傷 是三名水手 方跑慶祝聖誕節 不幸搭中了歸國的漁民 大清法度 殺人償命 你有何話說 約翰遜先生 對這件不幸的意外甚表遺憾 同時我聽說 貴國的殺人案 也有調查審理的程序 因此 懇切地要求清差割下 先把案情調查清楚 你少啰嗦 交出兇手 一陣國法 好吧 我就先查查這個案子 也許知道 怎麼說 這麼大事 不怕 應該是吧 不怕 徐兄 那可以 不怕 都理想啊 都理想一不怕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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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歪了 不怕 秦差大老爷 你要为弥妇套个公道 起来起来 大嫂节哀国有国法 本秦差就是为公道来的 拿银票 收着吧 谢谢大老爷 你们三家都失去了顶梁柱了 这一千两银子 是给你们补贴生计之用的 谢谢大老爷 起来吧 谢谢 各位乡亲们 杨仪开炮伤人一事 在座各位有谁亲眼得见 大人 小老儿就亲眼见到了 老人家 仔细说说 那一日 我们出海捕鱼 那些洋人却披红挂彩 又唱又跳 又喝起洋酒 过起什么洋节来了 他们还把大树搬到了船上 在树上点起了许许多多鬼眨眼似的亮炮子 大伙觉得挺奇怪 就把船滑进去看 那些洋人实在可恶 你过节也就罢了 却非要打什么大炮 这一炮轰出去 可就没了咱们三个兄弟的命了 这么说 他们的炮口 是直接对着渔船的 那倒也不是 他是对着天 可那大炮不长眼呢 我明白了 各位不可松懈 只等命令一下来 就下海缉拿鹰鱼 大人 钦差不是去执案了吗 这人都死了 还查什么查啊 他身为钦差 他无非是 要摆出办案的架势 如果都依了我的话 就显不出 他钦差的身份了 您了 该抓的抓 该杀的还是要杀 这 我能听从大人的吩咐 好 来人呐 在 被叫 去总督府 喳 下官广东藩司莫为 特来拜见何忠堂 请 杨姨 尚欠你关税七十多万粮 下官正是为这事来的 大人要查办杨商 无情给下官一个回旋的余地 让我先把这些账收回来 倘若欠债不清 您先把他们办了 我这七十万两文银 可就打了水漂了 本钦差 本钦差要查办的是赵氏元凶 与你的账务 有何关系 大人 大人 您不知道啊 听说朝廷派您来研办 那些洋商 他早就吓破了胆 都要卷铺给回去 跟他们做生意的那些广东商户 也要关门打击了 这是下官最后一笔关税了 他们要走了 我上哪儿逃去 落落叫 轻点 太好了 中堂 您亲自出马 不怕他们不交情 拖欠的关税 请 你们有没有约翰逊博士的邀请 去你的 大清国的中堂 钦差大人到了 要什么邀请啊 快去禀报 是是是 我马上通知约翰逊博士 对不起对不起尊贵的客人就等了 请允许我向各下 知语深深的歉意 约翰逊先生 这是在我大清的国土上 你才是客人 谢谢大人请坐 嗯 本钦差这次来 是想告诉你两句话 第一 三个凶手 必须尽快交出来 不得拖延观望 第二 杀人者偿命 本钦差 不打算诸连任何人 而英国商会 也不必因此扩大事态 人人自危 撕毁贸易合约 以至于断了尔等英国商人的生计 该做的生意一如既往 只要你们恪守我大清的法度 做大清皇帝的顺民 本钦差 一定会如实向我皇上禀报 昨天才 还怪不得 肖子 看出来 听见了 但是 挺对人的 还差 也不是 都睡了 你 还要 我不准了 你 还有那些商户的离金 至高悟上的皇帝陛下 谢谢你派来一位通情大力的 清禅大臣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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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大人 认识大人 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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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纱上他 就抢法 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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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只要交出三个凶手 幕后指使者就一概不问了 我已查实 并无幕后主使 况且这三个凶手 是为了过他们的节日 久最后开炮 属于误伤 绝不是蓄意向我大清挑衅 这么说 也不用把那些洋人给积压起来 罚场官刑了 大可不必 大人 当初要杀一精百 将此案办出我大清的威风来 可也是您说的 现在怎么替洋人说话了呢 郭大人 我是钦差 钦差 钦差更要养我国威 恕我直言 如果此案不能震慑英语 国人称快 我就要上折子 参你 请别 走着瞧 让我送你这个封疆大猎一句考语 暮光短浅 我也送大人一句话 吴墨国体 来啊 是 被叫 不搜 走 站 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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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两个胚转的放了 怎么回事 千龙皇帝万岁 千龙皇帝万岁 千龙皇帝万岁